TS送两分 那么来代替腿王宙斯 左边也是 我们看到金卫把线收得很好 拼命的反补 这个把线一直拉到塔边 那么现在双方也是四处飘移 这边CK就一直在河道里晃来晃去 根本就不去赚经验 只要线上有人在蹭跌 他就不过去 反正这个经验只要不浪费就可以了 那么左边大树不得已 只能在这里打线 大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英雄 那么这边TB和SF两根都是比较高的DPS 都缺少这个控制剂 我不知道这场SF会出一个什么样的打法 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在ADC里面看到了一个 魔影魔的打法 魔影魔的打法 这听见可能比较别扭 就是说影魔出洋刀 那么这是在几方缺少 缺少控制剂的情况下这样打 这边宙斯被包抄了 宙斯有看见吗 影魔看见了吗 没有啊 那么TB也是没法给他支援 实际上这个包抄没有太大意义 如果让宙斯放完两个技就不好 这边也开了加速的神符 下路也是被迫啊 必须安排两个人来了 那么一个TS简直就是银行 这个超级一天 中路月塔杀我们的宙斯宙斯 哎 这个是不是延迟很严重啊 我怀疑 你的网络比中国还隐霸吗 啊 你敢和我们比这个网络吗 哎呀 影魔两次影压都太歪了 歪的有点夸张 这个影魔太腿了 能不能追上 啊 一个大干掉的影魔 终于爆了一箭之仇 那我刚才影魔那个影压 实在是歪的 这个延迟我 哎 开大了 网络开大了吗 不是 是开了一个DOT 刚才我看到有起手 我以为开大了 但网络只有5G还没有大 请很抱歉 就注意到他的级别 那么右边S 右边CK SK 那么又有人问这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 灵魂守卫也叫SK 这个缩写也是SK 这个骷髅王缩写也是SK 为什么就偏偏偏把缩写SK 付给了沙王呢 这个是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那么也很多人提出来观点啊 就说这个当年 CW这种第一批英雄 这个沙王始于第一阶段的 第一集团 那么出场次数肯定比 混手要这些人高很多 所以自然他就优先用了SK 这个人子缩写 那么骷髅王随后被发掘 SNK 那么TP就最后了 为了这个少那么多SK 少那么多K 就改为TP 这个具体TP怎么来了 我还真不知道 就此绕过来 一个G点住了TS 没血了 反手想晕杀王 战伤一戳 干掉TS CK这下如果再走也走不了 CK的晕眩机已经放过了 杀王直接 开了一个大 WG 打出一波小高潮 那么影王也过来 来玩影压 这个无敌 这个无敌 影压 这个影压 歪的太太夸张了 哎呀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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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这里悲剧了 一个鸡 但是没人跟上 可是优鬼开大了 哦 这个优鬼 刚加上道德就 喘了过来 这边 宙斯于反杀 这下当时其实挺悬的 我看到刚才 刚才是 先给了 优鬼一个大 优鬼在 降临过来 那么就是 顶着奶的优鬼过来 哦 CK也是活了 立刻传了过来 过来想 夜塔来杀两位吗 这个优鬼的血不多 那左边也是 也在爆发 这个小规模冲突啊 TP扛在这一大 那么这应该是一个 出双剑的打法了 上来出了一个 这个腰带 强杀 跟TS两个人 报了 报仇了 好 那么他就 King Spray被终结了 SK也赶过来 但是SK一个人 DPS根本不足以 让这两位害怕 特斯刚才也是 这个补给不利啊 我们不知道 你没有补给的话 没有十六作战能力 真的是不行了 我们下路 现在变成 也是变 中午倒没人去了 现在中午很荒凉 下路变成一个 Gunk高发器 那这个不能叫Gunk了 这应该叫一个 团战了 都可以列位 好 这边抓到打你的TP 但是TP有换血 但是你换了血之后 能够打过 开了双的月女是个问题 分身了 这一下很悬 哎呀 我们的月女 没想到 出了一个分身这一招 我们TP的魔很足啊 我看到分身之后还有 哇 只剩这么点血 这次刚才好像开了个大吧 我觉得刚才好像还没有 不至于到十几点啊 我也没有注意 这就是开门还大 感情话 刚才有100多点呢 一两百点 哦 这边 是哪里有死人呢 SK下路死了 不好意思 因为下路 刚才一直在躺下 好 我们这次争取不在路上 中塔被ICY拿到 左边 优鬼 那么这是双四把一的阵容 可能打起来会 节奏比较缓慢 优鬼被 老师的后面啊 打了一个 菊花战士比较害怕 那么立刻向后撤离 那么本届 MM 不知道中国队可以走多远 一下又开打 这次不能再漏了 CK被杀掉 但是一个人过来杀两个人 这个太 哎 刚才 TS没有磨了 如果有磨一个G的话 弹几个兵可能没有 刚才运你弹损 我们知道这个G 闪电是不衰减的 不衰减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可以通过一个兵传过去 才能传达的比较狠 我们看见双方的金钱术啊 那么 幽鬼2100 这个发育的真的是不错了啊 TB 呃 TB没多少钱 300多 大树2100 那么主要看 左路跟下路 左路实际上死人 那盖力很低 一波浪 这个保姆做得太合适了 太优秀了 这个保姆 那么只管看下路 下路已经漏了 漏了一两刻 状态可能不太好 因为昨天我是搞通宵了 主要因为昨天忙着 PPLive 和PPC正更新 好 那么点了一件 再点一件 戳起 TS悲剧了 拜拜 在这个海盗冬天 你可以回去享受 一些温泉了 这个免费的温泉 虽然这个 也交一个入场费啊 但是你再连泡多久 是不用花钱 还可以得钱 每七秒八块钱啊 这个工作做得多好 我常常有时候 我们打POP的时候 回去吃个饭 吃个饭回来 发现这个剩了遗物 已经可以买了 那么我们知道 每七秒八斤 你可以算一下 60分钟 差不多 可以买一个遗物了 好 我们继续看比赛 那么中的宙斯要 出密法了 还是生变呢 应该是密法 我觉得 那么这套阵容 出生变的概率 应该不会给他出 给沃拉赫出生变 沃拉赫出了一个这个 那么要出死灵书吧 这个死灵书一个配件 应该不会错 你继续看这边 对野区 开始一次 小规模的骚扰 那么防止TP发育 也不知道TP发育起来 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TP这个英雄 太好出装备了 太容易出 太容易起了 应该说 我们看到这个TP 是膝带转散滑 而不是先出夜叉 虽然TP出夜叉之后 比较强 但是你如果 直接出夜叉的话 你的血量是个问题 那么不如用 比较实惠的膝带 先来撑一些属性 那么先出散滑 这样攻击力 由于这个敏捷提高 有保证 那血量也可以适当的 有一些保证了 血量1200已经 这个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边我们看到 三个单位的话 就开了阵 这个是野生怪的一个特点 所以大家站位的时候 不要太拥挤 比较震到三个 就会开阵了 当然又有人问 这个圣骑士是怎么被削弱的 圣骑士以前很强 那主要是这个大萨跟小萨 就是这两个六级怪 这边 TSU是运不到的 这个以前之前已经说过了 TSU这个尸法前要太长 加上你这个戳 戳起来 在空中还有一个时间 实际上 这个时间你是被耽误了 加上自己起手很慢 所以导致中端表上这个大 这边TB弄眼睛 SV还是摆了不少的 我看到对方 也就这一块摆了一个 这个下垂控住了 那么好久没见影魔出招了 影魔这场打得比较腿 那么前期我看到几个影鸭 都大概知道这个选手的实力了 那这鸭子也歪得有点夸张 这个我应该给你做个集锦 这个超级歪影鸭 超级歪影鸭合集 那么这边大树也是倚仗了自己 这个护甲跟回血啊 就是扛着你们来补兵 打的这个Wlock这种怒霸 都没有点办法了 那不得不承认好的身体 是革命的本钱啊 你这个人一耐打 对方就没辙 就跟那个小龙骑士也一样 就是抗了冰补兵 你一点折都没有 你先注意个假腿 可能觉得打的不太顺 我个人认为假腿 这种激烈的东西啊 在这个6.48里面 那我 不如出点金 点金也没有贵多少 攻速也有了 那么我鞋还可以转飞鞋